好那這邊重焰呢就是有兩片 那你要把它這樣倒妝 那通常是比較小的那片會在上面 那比較大片的會在下面 然後把它疊在一起之後 就要選一個點 然後做為你等一下填妝的尖角 然後就把它這樣子摺進來 摺進來的時候就是用 我的話是用中指就把它這樣摺 摺進去 然後摺進去它就會有一個轉 的動作就會讓它整個葉子交疊在一起 然後我會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這個尖角會是等一下裝那個粽子葉的 等一下裝那個米的重點 因為如果這個角沒有很紮實沒有很好的話 會等一下那個粽子會添妝的時候會有點 有點鬆鬆的這樣 好所以就是你要把它這樣摺起來 然後確定說這個角很紮實 這個尖角不會那種鬆鬆軟軟的感覺這樣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前裝這個米 阿今天的米炒得比較黏一點 但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把米這樣稍微用一下 然後因為吃進去每一口都要有餡料嘛 所以就會我就會選一些比較小的料 然後先夾就是先把它塞進去 這樣等一下吃那個尖角吃第一口的人 他就可以吃到一些東西 我就選一些比較小的料 像花生阿 然後我們今天有鷹嘴豆阿 先塞一塞這樣子 然後塞一下之後呢 然後就選一些喜歡的料 阿我們今天的料香菇有大多有小多的 就是有那種段木香菇 然後有一般的香菇這樣 所以我覺得都會放 然後還有我個人非常喜歡吃蛋黃 跟還要放肉 肉 肉選一塊 放進去 然後因為現在這樣感覺旁邊兩邊的米有點少 所以我會再稍微補一下 就是把兩邊的米稍微補一下 因為這樣也比較不會爆餡 就是那個餡有時候外露在外面比較難看一點 所以我就會先把它兩邊也是稍微填充補一下 然後這邊尖角也是 就是這個粽子糊口的地方 這個尖角也要給它稍微填一下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把你的上排的 上排的米給它蓋進去 啊掉了 上排的米給它蓋進去這樣 好 然後蓋進去之後呢 我會再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因為米就是盡可能讓它比較集中 你等一下包的時候萬一有米掉出來 然後才不會這樣閃閃的 所以我會把它稍微壓一下 然後確定說米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呢我會再把它調整一下 因為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把粽子蓋起來 所以呢蓋起來的時候可以先可以先試壓壓看 試壓壓看說 欸這個現在這樣蓋起來會不會很緊或是很鬆 那基本上粽子是要比較扎實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煮的時候才不會散開 所以蓋起來的時候你要注意就是這邊要有一個 因為腳有點包進來 然後包進來你再把它折起來的時候 這樣子看起來粽子外面這邊才不會 兩邊才不會露出來 然後最後你再把多餘的部分把它折進來 再把多餘的部分折進來 啊這種沒有算好的就算了 就放著這樣子 好 然後再稍微把它 如果覺得很醜的話就把它調整一下這樣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個 來到這個粽子的綁粽子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繞兩圈 所以就是會繞一圈 然後兩圈 兩圈之後呢會先打一個一般的平結 平結 然後再打一個一半的那種蝴蝶結 就是要大家吃粽子的時候可以拉開那個結這樣 啊結的話呢就是不能打得太鬆 也不能打得太緊 因為等一下如果你要煮粽子的話 粽子會長大 所以你綁太緊的時候它很容易爆出來 啊太鬆的話是粽子會鬆掉 所以鬆掉它就會 反正你的線也是一樣會露出來這樣 然後這就是我們包好的粽子